什么时候发现她有个女性朋友的 就是今年过完年之后 然后参加她一个那个高中的同学聚会 大家一开始在一块说说笑笑的挺好的 我觉得她人缘也挺好的 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 就突然有一个女生就说 哎 那个谁谁怎么来呀 我当时就听着有点觉得有点纳闷 然后后来还问我说 你相信男女之间有什么纯洁的友谊吗 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后来我就发现她有一个这么一个女闺蜜 有吗 确实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 这位女生 我们两个是高中就认识了 然后高中的时候我们是同桌 到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快七年了 有一个七年的同桌 有就有被这很正常啊 没什么呀 那可是她之前一直都是瞒着我 我是到了那个今年过完年之后 我才知道的 这个事不存在吗 不就一同桌吗 她跟你说这事干嘛呀 她跟她做了好多事情 就这些都是我查出来我才知道的 我要不查我根本就不知道 她情人节送人家礼物 特地回老家给人家过生日 还有特别细心的给人家找工作 甚至还有一个什么约定 说她都要娶人家了 我还跟她怎么过呀 喂喂喂喂 我哪有要娶人家啊 那是没有约定 一件一件事说啊 先说娶这件事吧啊 你怎么查出来她要娶她的 就是她跟她有一个约定 那天我们俩吃饭 她手机放桌上 她出去了 然后突然弹出一条消息 然后上面就说 我酒醒了好些了 后来我就点开看了嘛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跟发现新大陆似的 他们俩那天晚上 从两点一直聊到六点 一直在跟着聊 还说什么 以后难受了就大声地哭出来吧 少喝点酒 困了就睡吧 她说的 对 然后还有什么更暧昧的话 说我永远都在你心里 永远都对你好 她说的 对 我当时看了特别生气 就是后边还有更过分 就是那三十岁的约定 那么等到三十岁 如果你为嫁 我也去 咱俩就凑合凑合过吧 她说的 对啊 你说她这叫什么话呀 这不是一个约定 这不是事实 我这朋友 他刚跟他前人有分手了 他心情很不好 老是哭嘛 就找我倾诉 然后我就想安慰安慰他 逗我他开心嘛 我们平时也会打脑脑脑的嘛 别人这么多年了 我就想逗一逗他 结果他就以为这是什么承着 其实这就跟我那同学 开了一个玩笑嘛 好 我们就假设这个是玩笑啊